大家好,今天是雙十節,10月10日,今天是台灣放假的 我們今天香港財經R,美股財經R就跟大家說 因為有一位讀者,其實我欠了他差不多兩個星期 新創建的業績0659,即是新世界旗下的這間新創建 2019年上半年的業績,美股我們會說Netflix的崛起 不過我們就要分開做兩集,因為都比較長的 我已經將我們7月份收費版開始放在這個網址裏面 大家可以進去我們的香港財經R的blog裏面看 大家可以看螢光網這個網址的adress 或者你簡單點卡下面youtube的連結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訂閱10月份的投資日志的話 大家就可以開始付費了 因為我們已經開始了三期 如果大家要訂閱的話,你就要email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我們before我們講這個行指之前 我們都是巡礼 我們講回今早的行指,都是沒有什麼方向 升了四十幾點,還是在26,000點以下 成交都是低的,因為大家看到昨天的銀行股急跌 調低了銀行股的評級 很多公用股,煤氣,領展都下跌的 變成成交大了一點,但其實就不太好 所以大家為何會比較憂慮呢? 除了香港現在局勢問題之外 主要就是15號,就會有第二輪的關稅 今天劉鶴就飛去美國那裡談 其實大家預期都不會談到什麼出來的 悲觀的 所以美股也是下跌的 昨天就升了 我們一會兒去到美股的時候 就會看到美股也是很牛皮的 我們的鑽石狗組合就好一點 我們就去到84% 那麼煤氣呢,有幾隻我們可能會增持的 第一個就是煤氣 那麼我見過煤氣是低於15元的 那麼我也都見到領展去到81.75元 那麼如果它跌低於80元,我們會增持領展的 那麼大家見到呢,如海投資彈得很厲害 因為有新聞就說它越海置地 因為大家知道越海置地一部分股權已經放在越海投資下面 那麼越海置地一部分的樓盤銷售 在接下來這一季就會入賬 那麼所以呢,越海投資的股價好像昨天去過16.9元 16.9元多的 那麼大家留意一下 那麼它現在的息都OK的,三里幾息的 那麼物館股照舊領風騷 大家見到雅生活是22.9元 那麼迫伏是24.9元 那麼我們已經說過呢 就是雅生活服務呢 那麼如果它股價再升的話呢 我們有可能是減持的 那麼如果減持的話呢 到時我們會在email裡面通知大家 那麼六大核心持股都差不多了 恆生就跌得慘一點的 真的 恆生昨天跌過150多 沒有辦法的了 這一類跟這個 世界貿易息息相關的東西 一定是大問題的了 現在是 即是跟世界貿易息息相關 那麼你想想 就是現在這樣的局勢 你起碼去到十 現在都十月中了 就來 起碼現在的局勢要去到聖誕後 聖誕後就明年了 才會和緩的 那些人會期望恆生 不要只說恆生 那匯豐又說全球裁員一萬人 那麼多這些東西加起來 那些評級機構就調低了銀行股的評級 那你說今季恆生會不會見紅呢 就未必 但是增長一定是緩慢的了 這個大家要忍耐了 就是你放了一個增長股下去的話 你就要預計經濟 就是一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它就會跌得比較緊要 那麼人仔 我們看回人仔就差不多了 好了一點點 就是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前就7.1 接著7.126 那今天就7.11 好了一點點 那你見到呢 那個市都是低了下來一點的 就是沒有再跌穿25,500 咬了這些位置 那都要看了中美貿易戰點才行的了 那我們的投資日誌呢 我已經講了美團點評 也都已經講了平安好醫生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定會講福壽源 其實我很有興趣福壽源這隻股票 因為很特殊 很特別 就是在國內裡面呢 你要 當然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做 那但是 做的人都不多 做的人都不多 那很特殊 我對這隻股票其實很有興趣 那麼我們下一集 投資日誌就會講福壽源 那另外有兩隻新上的 應該是一個禮拜後 大約招股 就是南光家寶和鑑苑服務 這兩隻都是物業管理股 那有朋友就叫我講南光家寶 那我順便看這個鑑苑 那其實南光家寶我一定講的了 那至於鑑苑我講不講呢 就不知道 那大家就可以留意投資日誌裡面 那至於美團點評和平安好醫生 我們已經幾詳細地講了 那大家可以看我們已經出的投資日誌裡面 那有些朋友說 雖然我的評語是一般 但是他們的股價都升 那怎麼樣呢 我們投資的方向 不是說看股價升的 我們投資的方向是看業務 看公司是否賺錢 看公司是否穩妥 就不只是看股價 就是大家如果看回頭 你看回鐵塔 你就知道了 中國鐵塔 你看中國鐵塔現在硬了到1.7 當時9號幾 8號幾 9號幾指的時候 我們開始講 那有人已經吹到去5元 那會不會去到5元 不會 那有沒有升到 有 就是8、9號指 升了去到過7 但是我們想看的一間公司的前景 就不是說只是看它的股價 就是我的著眼點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不是去買貴的東西 就是大家說 很厲害的 現在就是安踏 或者李寧 但是我們不是去買貴的東西 我們是買一些正常價錢 而它上升 而它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前景 很漂亮的前景 它有一個獨特的環境 可以長久的 就是鐵塔那些 其實它已經升完了 差不多 去到1.78 或者去到過7 差不多 所以我們看一個生意的前景 就不只是看股價 錢進去的股價可以飆升得很厲害 但是一錢走了股價就完畢 我們是看 就是暫時如果不賺錢 還是有負債的公司 我們就不想去投入 市場上很多人都是炒一轉的 比如說 美團點評的 這樣就算了 80元 我去到90元搞定 那我們不是追求這些10%那些 我們是希望買一個生意 那個生意是有長遠的增長的 例如 起碼它有三年 五年的增長 就像物管股那樣 那你那個增長 只有一年半載 那它根本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就不會選這些 但是 福壽員呢 我很相信 它將來的增長 會有一段長的時間 因為這些行業 大家看香港 我都知道 沒有什麼人去競爭 這些比較忌諱的行業 那麼 南光家寶和鑑園 就是食證現在物管 我們都會分析的 那麼大家如果想看我們的分析的話 那麼就要 就是要訂閱我們的投資日子才行 那麼 那麼跟進來我們說 新創建 新創建我們曾經分析過它的年紀之前 那麼它是一間綜合服務的公司 那麼它有很多飯 那麼很多飯都是一些功用類的東西 那麼大家看這個圖其實很清楚的 新創建大部分的股價都是累積在中間那條巴裡面的 就是10元至到15元這個範圍裡面 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 差不多由06年 去到現在 它的股價呢 都是集中在10元至15元這個範圍裡面的 就是13年 但是這個圖是多少年呢 這個圖差不多是19年 就是說有八成的時間它是集中在這個範圍裡面的 那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為什麼呢 一個公用股為什麼會 價值不一路累積上去呢 為什麼價值不一路累積上去呢 因為你一路累積的錢進來的話 你又沒有增加到負債的話 你應該是一路累積上去的 為什麼整天都在這個水平 因為大家要明白 在這個 06、07年到現在不是一個短時間來的 十年那麼久 那它有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說它的股息是 現在比較高的 四厘九息 那但是這個問題 大家要明白 它是現在跌了才四厘九息 那如果之前的話 它可能是三厘息左右 那三厘息也是OK的 其實 那我們看看裡面 就是童叔走了 是不是 那中間給了順冠 現在他的公子上 那我們想看看 究竟它裡面那塊東西 為什麼會令到它的股價 那麼長時間 都是在這個範圍裡面游走呢 那麼 那今期 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個分散程度 是很大的 譬如我們看到有公路 道路就是公路 那航空就是 飛機租任 那之前 這個 它有1.2億股的 H股的 售都機場都是 那它現在買光了 建築 就是建築 建築 也有 環境 就是環保 也有 物流 也有 設施管理 也有 交通 應該就是巴士 巴士那一類 投資 也有 整體 整體 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個 物業 就是它的業務 是很分散的 很分散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這樣分 1 2 3 4 5 6 7 8 8 樣 但是根據 它今年宣佈業績的時候 行天總裁說 某一些非核心的業務 它就會賣走 非核心的業務 那何謂一些 非核心的業務 例如 停車場 集裝商業務 甚至它現在說的巴士業務 所以 集團 歸咎於 今次 大家可以看到 整體利潤 整體收入 跌了33% 今年 連今年的末期息 都是跌了36.96% 集團 歸咎於 因為賣走了某一些業務 所以 是一個一次性的虧損 其實這個 我們看下去 它不完全是因為這個問題出現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公路虧損 航空虧損 物流都是虧損 就不是純粹它賣了一些停車場 或者物流的集裝商業務 大家看看 集團 在回應巴士會不會賣出的時候 集團的回應很正面 就是說 它會剝離一些非核心的業務 而它在業績會裡面 它有說集團未來 就會有四個核心業務 第一個就是公路 公路佔的比例是相當重的 公路佔公司業務的比重是達到38% 就是買一些路 好像月手交通建設 買一些國內的公路 湖南等等 就收買路費 第二就是飛機租任 我覺得飛機租任是佔了它 令到拖著它後腿的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飛機租任 但是我們都分析過中銀飛機租任 中銀飛機租任 它本身的債務都這麼重 但是為什麼它能夠上升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爺爺撐著 我媽有很多錢 但是新創建就不是 新創建就不是很多錢 所以它要用大量的借貸或者票據 去頂住這個業務 所以大家看到 航空業它是跌著的 它是跌著的 因為你一家私人公司 你的錢怎樣可以比國家更厲害 是不可能的 第三就是建築 建築也好些 就是建築 建築就是建築 新世界在香港做建築的 在過去上升了 第四 最大就是它買了這個 富通保險 但是還沒開始 富通保險 是一個很爭議性的項目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項目其實還沒開啟 但是這個項目還沒開啟 你把它放進去 一個公司的核心業務 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 第一件事 為什麼它要賣了首都機場 拿回7.8億呢? 就是因為它要錢 因為當時你收購富通的時候要錢 而我們也知道 為什麼它會收購富通呢? 其實比較主要就是 它看到那個保單很好 就是過往的保單做得很好 但是你不要忘記 過往保單很好的原因 是因為大陸的人來香港 如果大陸的人收入少了 那個狀態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你這個富通保險 又可不可以好像以前 就是它打個如意算盤一樣 就是增長那麼快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黃金洲 澳門沒有事 澳門沒有任何示威活動 你可以看到賭收 人就多 不過花的錢就很少 增長連百分三都沒有 那你就想一下 就是 沒有了一些大富豪 扔錢下來的話 根本上就是沒有用的 現在這樣看下去 中國的經濟 未來的三至五年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你要它的經濟衰 就有一段時間 其實它的經濟是由2011 2012年開始已經出事了 已經開始有人撤出東莞了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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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現在 貿易戰的時候才爆出來 如果沒有貿易戰的時候 它什麼時候爆 就是2020就爆 10年就爆 是不是 好了 但是當它壞的時候 你和我都知道的話 其實它已經很壞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中國國內的失業人數 應該工作的人口而失業的 是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 我們之前都說過 起碼現在適零工作的人 而失業的人口 是超過一億五千萬人的 那你想一下 普遍的人 還會不會走過來香港 買這麼多保險 擺這麼多錢 保單交到這麼大 是不會的 但是問題就是 保險公司 最主要賺錢就是拿一個浮存金 他拿一個浮存金回來 他還未賠錢 這筆錢就可以去投資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投資 都不是拿得去哪裡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收購了這間公司回來 這間公司原先那個人 是不是會幫你 鄭家去打工呢? 因為那幫人走了 很多不同 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在裡面 你怎麼能夠就這樣 把它放入合身業務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 就是你看到這間公司的決策 是有些問題的 你看到 一二三項 佔了公司的順利 是75%的 那如果加上保險 應該佔100% 那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 除了建築 我覺得是比較穩定之外 公路股就要詳細看看 裡面買什麼公路了 那為什麼公路股 它都會有些虧損呢? 主要原因就是匯兌虧損 因為在新創建來講 它60%以上的業務都在中國 那它只有28%的業務在香港 例如物流 例如設施管理 例如橫屏 例如建築 所以 當中國經濟一下行的時候 對新創建的影響是很大的 只是匯兌虧損 只是匯兌虧損 都對死你 你想想 我們已經說過 是由6.8幾跌到7.1幾 你想想它有什麼辦法不跌 化回港幣的話 我們看看 根據集團的細分 下面的核心業務 盈利貢獻 這個是最穩陣的 道路是虧了7% 這個極有可能是匯兌虧損 極有可能是匯兌虧損 航空虧了28% 負了28% 有可能是因為它賣了首都機場 而首都機場的7.8億 應該在今季入獎 航空有兩個 第一件事就是賣了首都機場 第二個當然是回對歸算 好了 建築 你看到它賺錢 為什麼建築會賺錢呢 第一 港幣對港幣 第二 香港來說 虧也有限 所以它賺的 總計它都是虧的 大家可以看看 右手邊 我做了一個總recap 總recap 簡單的這個 截至2019年上半年 總收入268億 跌23.5% 銷售成本237億 跌24% 大家可以看到銷售成本 是很大的 幾乎是入於一對一的 即是它要用很多錢 去找 即是它差不多 要用九毫半錢去找一元 那你想一下多大 理論上來說 公用股不應該是這樣的 公用股不應該是這樣的 即大家想一下 即如果我們買月秀交通基建 我們買了很多年 我不夠四元開始開 都不會出現這個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部分呢 應該都是出現在飛機租賃那裡 大家看到它的純利 是42.58億 跌了30% 現金 150億 看來很好 看來很好 大家看多看下面這個 它的非流動負債 就是150億 非流動 不是流動 我截了這段 事件出來 在2019年 集團發行了10億美金的 5厘75優先永續債 2029年到期 6.5億美元的 4.25厘優先票據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有什麼辦法公司有錢呢 你想一下 你那個永續債 10億美金 5厘多 5厘多 就是 每一年 你要付5,750萬美金出去 而2029年到期的 6.5億美金又4厘多 那盈利就被他們吃光了 那是美金來的 就是每一年 它要付的港幣利息 因為 5厘75 我們計算一下 5,750萬美金 就是它要付4億多的利息出去 還要是優先永續債 就是永續債都不止 還要是優先 就是說公司如果破產 它賠先的 它的股息是高些的 一年要付的票息就是4億4千萬美金 港幣 那就是說 整間公司的利潤就全都給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公司的股價整天都升不到呢 原因就是在這裡 而為什麼公司經常 這次連那個派息都低了呢 因為它不夠現金 大家明白嗎 大部分 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飛機租金 它要用很多錢去買飛機 更新飛機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富東保險 它收購回來 它要還債 所以短期我覺得 它的股價值得很厲害 大家看到它的股價 差不多跌了一半 那你說恒生油最高位 不算股息 都是跌了25% 一家一個公用股的公司 為什麼可以跌到一半這麼厲害呢 它是一個公用股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領展 領展都是97元 跌到現在81元 除回97 領展都是跌了15% 它怎麼會跌到50%呢 原因就是債務太重 而當公司再賣走巴士業務 因為巴士業務 在大部分人來說是很穩定的 你連那個這麼穩定的業務 你都賣了出去 然後你放一個保險 進來一個不穩定的業務的話 市場就降低你的credit 所以很早我們已經說 太多業務 我不贊成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一件事你是專家 沒有一件事你是專家 而我們這次看他買苦通 是有些問題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如果同宿在世 應該不會做這件事 同宿在世應該不會做這件事 因為同宿你看到他買首都機場 買得很帥 他一個多錢才買的 七個多房 你想想多帥 但是你看看他的接班人 新創建就不會倒下 因為坦白說他都公用的 我覺得公路股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香港建築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飛機租任和保險 我就非常有保留 所以大家自己看 我維持我年多前的評語 就是這間公司太複雜 就是我 不容易可以看公司的業績是什麼 我也都不相信 就是 純冠或者他公子 可以熟悉這麼多業務 好 接著我們就走進去這個 美股財經R 大家可以看到 杜瓷斯指數昨天 經過連日急跌之後 就升回百幾點 去回兩萬六千幾 仍然還有不明朗因素 仍然還有不明朗因素 因為我自己覺得 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今次談不成 真是加關稅的話 其實美國也會震一震 中國就散了 美國就再震一震 所以大家看到我這個 銀組合我們都沒有再買 過了15號才算 看看15號有多少震動才算 我們都沒有什麼變動 差不多 好 我們講Netflix 網飛 如果大家又用Android手機 都會 現在新的手機都會安裝 Netflix 在裡面 就會叫大家 訂閱 很便宜 其實你給一個很便宜的月費 基本上來講 你已經可以 在網上看很多影片 或者有一部份的 你可以下載下來 永遠是自己看的 這樣也可以 其實還可以的 他的影片都挺新的 挺新的 新片、舊片很多 現在 基本上你在逛街都可以看片 但我們就講一講 Netflix的崛起 今次也是講第一集 大家看到 Netflix的股價 其實Netflix 在1997年 就有這間公司 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間公司是這麼久的 就是二十多年前 已經有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在最早期 你看到的股價 差不多動都不動 因為 當時競爭很激烈 直到 二千年後 股價才上升 但這一類 所謂網上租諜 的公司 其實現在 互聯網這麼快 很多公司都可以做到 所以 他被很多 打到 現在打得很糟 比如說 Amazon 也踩過來 Google 也踩過來 蘋果也踩過來 所以你看到 他的股價 在最近這一兩年裡 曾經是大跌了很多 差不多由370元 跌了100元 為什麼呢 就是Market share 開始被人分了 他們都享受過 中間一段文月期 差不多由 09年 到16年 到17年 18年 他享受過一段文月期 好 我們說 最早期 其實Netflix 有一個很大的對手 那個叫做 Blockbuster 叫做 白士達 在最早期 他們是做 這個影帶 錄影帶 大家都有經過錄影帶的年代 1997年 我們租帶都租不少 當時 Netflix 是很小的 差不多是一間完全不美眼的公司 當時在美國 一間叫做 Blockbuster 就是白士達 已經是很大的 是一間租大公司 但是 發生了 出現了DVD 這件事 從1997年開始 到2004年 其實差不多 這個 VHS 就是帶已經被淘汰了 這麼短時間內 已經被淘汰 變成DVD 我們都有 以前我們有DVD機 VCD機 大家看這個圖 看到 是由 07年 打後 大家可以看到 Netflix 如何擴張 首先 發展了網上寸流 在2007年 接著 在 2012 13年 他在白士達倒閉之後 甚至 是一個 叫做自家製作 因為之前 他是拿別人的影片回來的 就是 別人的影片 錄影帶 或者DVD 然後租帶 租貸出去 但是他有錢之後 他就自己製作一些劇集 House of Cards 就是了 House of Cards 出了之後 令到他差不多有兩三年 Netflix是很強的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製作 版權是他的 那套劇集又紅又好看 所以 令到 整個Netflix大起了 好了 我們 看回 最早期 大家可以看到 由 1997年開始 一路上上上上 上到去 2004年左右 這個 就不只是說 Netflix 這個就是說 美國 你看到 DVD的滲透量 由97年開始沒有 直至到 2004年 基本上已經去到 70% 80% 就是說 用了7年時間 錄影帶慢慢就 就糟糕了 DVD就變了主流 只是花了7年時間 可以這麼快的時間 就可以變成這樣 好 我們看回 在 1997年 至到 2000年 這個 Netflix 當時已經用訂閱鍵了 已經開始用訂閱鍵了 當時的訂閱鍵 就是 主要它有四樣東西 就是 Netflix 四樣東西 在市場上 是 打 當時 Blockbuster 是很大的 它能夠 跟它打這麼久 其實都不簡單 因為對手很強 而大家做同樣的事情 在這 97年 至2000年 裡面 Netflix做些什麼呢? 第一就是訂閱鍵 它訂閱鍵 就是一個月裡面 你要給15.99美金 你就可以有四套片 看 看四套片 而且沒有限制你何時還 你看多久都可以 你還了又再來借 第二就是它的物流設計非常好 就是它會有人專門送碟上你滿的 第三樣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數據分析 就是我們叫做 它叫做Cine Match 這個數據分析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分析當時 整個美國裡面 究竟 哪些地方 它會訂多些 哪些地方看哪些影種 哪些地方出現送貨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 當時來說很advance 就是當時它開始做這個數據分析 其實是很先進的 那麼 最後一樣呢 就是殺手選 就是沒有持交罰款 沒有持交罰款 當時Blockbuster 是很依靠持交罰款的 但是呢 Netflix是首創 你持交都不要緊 持還碟都不要緊 沒有罰款的 所以當時呢 令到 大家可以看回那個 線呢 白士達呢 的毛利率 是在 04年 去到2010年 是緩慢的下降的 那麼你看到 還原的租任的毛利率呢 也是緩慢的下降的 在04年至2010年裏面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在04年至2010年裏面 其實它被 Netflix打得很厲害 那麼在04年 Netflix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就是什麼呢 就是加價 那麼它就將 月費呢 就由15.99 就調升到21元 那麼當場呢 就比這個白士達 有幾可成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競爭這麼激烈 大哥 你加成 加成 四五元 大哥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提供的服務 沒有什麼大分別 那麼在2006年呢 白士達呢 就推出一個非常之靚的公司策略 就是全方位租片 什麼叫全方位租片呢 就是說 你去我家店舖租也可以 你在網上租也可以 但是一件事 你可以選擇去我家店舖還 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是最殺食的 就是它不斷就會跟那些customer 就說你有沒有個best research 就是你想看哪部片呢 這樣 那就記下了你的東西 好了 當你一還了那隻碟的時候 無論你是親身去還也好 你記回去還也好 它就會馬上將你的 即是願望清單裡面的下一個碟 就寄給你 或者給你去看 那你就馬上保留那個客人 這一段時間 Netflix 是被這個白士達是打到仆街的 這幾年時間 是打到仆街的 這幾年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 04 05 06 其實那個增長 不是說 那個月費 它是要調下去的 因為你如果不調 你不降那個月費的話 那就麻煩了 因為別人的策略好 但是去到2007年的時候 去到2007年的時候 白士達犯了一個大錯誤 當時白士達的online訂戶 即是網上訂戶 大家記得 如果07年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已經出了蘋果手機 就去到300萬戶 這麼多 已經是 online網上訂戶 當時有一個 即現在都有 這個富豪 卡爾伊坎 大家經常聽到蘋果富豪伊坎 就是這個 他非常之不滿意 因為當時白士達的CEO 叫John Antico 他拿了760萬美金的獎金 那就要解僱了這個契弟 當然這個CEO 就極力反抗 最後 就傾到由760萬美金 就傾到200萬美金 但是後來 2007年 他拿了這個獎金之後 這位CEO都走了 這位CEO走了 就敲響了白士達的喪鐘 繼任的CEO 以前在七十一做的 那你真是死定了 上任之後 他剛剛倒轉 將online的東西放在一邊 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實體店 那就死定了 因為那時候 是網絡快速增長的年代 因為有蘋果手機 但是他居然倒轉 或者買一些電子產品 就是買一些娛樂節目的話 根本就沒有人看的 所以 在2010年 由07年開始 就走下坡了 走下坡了 這個白士達就走下坡了 走下坡 直至去到2010年 就宣布破產 就收了工 這個Netflix 藉著 Blockbuster走下坡 雖然在2007年 有短暫的延遲 但是2008年 就一路成長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裡先 下面那裡先 就是當Blockbuster 一路跌 Netflix 就一路成長 那一段時間 就是 Netflix 高速增長的時代 大家看看剛才的股價圖 就知道 好了 然後 後來 十年八載 Netflix 做了什麼 令到它的股價 有這麼高速的增長呢 現在 今天 Netflix 面臨什麼競爭呢 它走下去的時候 會怎麼走呢 那這個呢 我們在下一集裡面 再跟大家說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share了這個 新創建 以及Netflix的第一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鑽石狗組合 那我們的網誌 大家不用記的 按進去下面 Youtube的link 下面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收費版的付費方式 那大家 可以跟回盈光幕去做 或者email給我都可以 你email給我 hongkongfinanceout at gmail.com 那如果你是海外的讀者的話 那你在香港沒有戶口付錢的話 你可以email給我 拿PayPal帳戶去付費都可以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介紹了 新創建 和這個Netflix的第一講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留言的話 你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也可以 你可以在網誌 可以email給我也可以 那大家記住呢 我們在 未來這幾期的投資日誌裡面 會講這個 福壽源 也都會講這個 物業管理股的 南光家寶 那大家 如果想知道多些details的話 就要訂閱我們的節目了 好嗎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明天的地產小專家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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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珀 多久 很